大家好,我是13N 那我今天要開箱 Alpinestar SMX6的車靴 如果你沒有看到我手套的開箱的話 可以點左邊這邊 我買的是Alpinestar GP Plus的手套 那在看SMX6車靴之前 可以看我原本的 我原本穿的是T6X SS Performance的Boot 那 可以看得出來我這邊 我自己去黏過 因為它整個底都掉下來 這個車靴呢 舒適度很高 那透風度其實也不錯 雖然它沒有特別做皮革打洞的處理 但我自己唯一覺得不好的地方可能是 可是它角落這邊我覺得它的保護性 雖然前後左右這邊都有補足 可是 在於 如果要轉扭曲的話 稍嫌不夠 所以我覺得在如果特別要跑賽道的話 可能保護性是不足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 好那我們就來開箱 好那這個是SMX6的車靴 我覺得 我選它 這跟我原本的不一樣 是在於這個 叫做Torgen System 現在往前 往後 往前往後的時候 它會幫你抑制住前後 的Range of Motion 所以移動 不會到說 這是可能摔側的時候 腳去勾到 然後會被扯到後面 或是被扯到太前面 相對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保護性上 也有原本的來的高 那這次買的特別是 Ventic 這版本也就是有打洞 所以在騎乘方面 如果在夏天 應該是可以更特別的舒適 好那它在內部的處理 可以看到它這邊 內層 都是走去做透風的 穿上去雖然流汗的話 也不會不舒服 那我最喜歡的是它的 拉鍊這邊 還有做魔鬼磚 所以上拉的時候 直接黏住 就不會有機會拉往下滑 加上這個Turrent System 除了前後之外 你的左右 如果今天摔車 會遇到腳被扭轉的話 它也不會整個被轉過去 或拉過去 所以對腳樓幫助很大 好那我等一下 騎出去試騎一下 看看感覺怎麼樣 好我現在穿皮 第一配我的新車靴 這邊看得到 Alpine Star SMX6 哇 當然一樣 新的靴子 所以感覺很緊 可是這次買的是 Fentem也是透氣的 所以我現在騎的時候 非常的涼爽 因為它這邊多了一個 前後角落的保護裝置 所以我在前面 伸展往後的時候 沒有像之前那個 舊的車協來的靈活 可是相對的這個 保護性比較足 不過我剛剛換檔的時候 就是 也不太習慣 有時候 欸 怎麼升不到第三檔 要多穿幾次才會 鞋子也是要讓它磨合的 好,剛剛這樣試騎一下 然後左彎右彎 換檔 對車的車靴還蠻滿意的 因為它是透風的牛皮 所以相對起來 其實柔軟度 蠻高的 舒適性當然也增加 不過整個擺放的位置呢 跟換檔的感覺 其實 大概一個小時之內就習慣了 然後前後前後可以看到 我就對這個很滿意 好 那之後如果還有 機賣的裝備的話呢 再跟大家一起開箱 謝謝大家